2022玉里镇远武镇朴实传场纵古琴联合丰年节活动 27号上午带着资罗部落的勇士们来到花莲县政府来报信息 接续联合丰年节的热力 7月30号起将会由赤科山的巴德里岸率先庆丰年 而接着8月27号则是玉里镇各部落联合丰年祭 也邀请全国的民众来到玉里加入热情的庆丰年盛会 2022玉里镇远武镇朴实传场众古琴联合庆丰年活动 27日上午带着资罗部落勇士们来到华莲县政府报信息 为玉里镇公所两年一次的联合庆丰年活动解开序幕 宣告从7月29日开始的每周五六日 21个部落将带来精彩独有的圆民文化 我们玉里镇也本是在7月30号来做一个联合雰年祭 所以因为很多种种的问题 我们延到8月27号来进行玉里镇所有的联合雰年祭 在这个情绪呢 我们也从7月30号 法道利安的部落 以及从8月开始入戏的各个部落的一个封年祭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以及我们的县长 能参与我们河东地区 以及河西地区的一个部落 丰年祭 虽然是疫情严峻 但是我们今年度一定要把这个去年停办的丰年祭 在今年要准备来进行 所以我们这个进行相关丰年祭的一个活动内容 我们今天已经筹备了蛮久的 在这边跟所有的乡亲 还有所有的这个展官 还有所有的美女记者来报告 就是说我们这幅年祭 真的是可以把我们 呃 部落里面的文化的意涵 真的是一个又美又纯朴又朴实的 呃 的意涵啊 能够很表自然的表现在每一个活动的一个内容 希望所有的游客 所有的乡亲 所有的长官啊 刚才我们总统牧师讲的 特别邀请来前往到那个部落 来给我们部落小旅行部落来看看 来参与这个饗宴 代表县长我想祝福我们玉里镇的风年祭 能够顺利延满 同时也能够空收 然后族人健健康康 然后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 继续传承 玉里镇原住民以阿美族为主 7月底至9月中 各部落风年祭将陆续登场 首先由赤柯山把岛离岸部落在7月里展开 元武正朴实传唱众古琴联合庆风年 约预计在7月30日举办 疫情影响改于8月27日办理 各部落届时将带来精彩内容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深入体验感受原住民族热情和文化 记者讲方言华林师报导